Hello 大家好,Re1です 今天一早就有一个维护更新 就花了相当多的时间 那么这一次的资料下载当中 字版这边是有一个300处MB 东西算是还蛮多的 主要就是有一些界面的更新 还有就是战斗画面的更新 这个在今天打的关卡过程中 大家应该是有感受到了 目前是很不习惯啦 有些东西它的改动好像还不错 就是在敌人出登场的时候 很多能力都会跳出来 可是就过场那边的话就 不知道是Bug还是怎么样啦 就是连击的时候会先有那个普攻的画面 然后再跑连击动画 目前这样看下来是蛮浪费时间的 就希望官方过后会把它给修正好来啦 那么明天的话啦 这一张小普屋它就会获得它的超级线啦 21号下午4点的时候才会开上来这个关卡 那么这边它的任务也算是还蛮简单 极限在觉醒的角色带三体通关 奇迹的觉醒三体以上通关 以及四分钟内通关 这么样子吧了啦 这一次的任务 然后三张六张六张十五张 剩下的话就多打几场 累计够三十张 那么就all right啦 这个就是我们小普屋超级线方面的东西啦 那么再来的话 这一次新开的关卡任务在上一部影片当中 也是已经有讲到了啦 这个小普 有难度 但是其实也可以比较好的去打 像这边的话就 不知道 刚才原本不知道第一站马上就可以干掉了 因为那时候刚才看公告的时候 这些没有写出来 所以没注意到 不过明天的时候再会去尝试挑战一下啦 这个就不重要 那么剩下的话呢 这一次的公告 应该说这个资料下载当中比较重要的东西就是 相关于这个道具上面 我觉得这个算是还蛮久没有出现到的 就是跟这个周末券有关系啦 目前我们的周末券是只不过就很普通的 长的这个样子啦 上一次开的这个周末券是2023年8月18号啦 在去年的时候 日版这边 因为国际版近期 上一阵子好像有蛮常开的嘛 那么 在上上一次的话啦 是2021年的事了 其实就这几年来说 这个周末券开的很少 我还剩下一期啦 也不知道后面还能不能拿来使用 因为官方 好像就是打算把它给停掉了嘛 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视料下载当中啦 就有这一个东西啦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全新的周末Dokkan Fest的券 这个就真的是很特别啦 对比起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周末券来说 它多了一个Dokkan Fest Dokkan Fest来讲也就是它的注目里面 会有一些限定卡啦 就跟那个类别Dokkan Fest卡机是一样 做了一些全新的更动啦 这个的话 它是属于我们免费可以获得的券啦 按照目前所看到的任务啦 会在5月27号到5月31号之间开放这个任务 时间老实说就蛮短的 要赶紧的去把它做出来 如果到时候真的是开放上来啦 也不知道到时候真的开放上来 而是到时候开放上来的时候 马上就要去把它给解决掉啦 就以现阶段来讲的话 它到底会长得怎么个样子 还蛮好奇的 然后按照那个 我看到的资料来说 它的使用期限啦 是可以放到企业一号啦 然后暂时来说 它可以拿到的量是气酶 所以跟我们原本的这个 weekend的这个周末券来说 应该是同性质的东西啦 你像当初来讲的话 它就是在多少时间里面 我们每天登录就可以拿在家做任务 一个星期好像是拿七张 然后每个星期 拜六礼拜它会开上来可以抽一次 所以这个DokanFace 目前来看应该也是会同样的方式啦 那么以现在的改动 我们看回去那个类别DokanFace卡机的话 应该是让我们去抽啦 那种比较旧的卡啦 就像是我们最近才刚超极限的这些 超山龙泉啊 超山物田克斯啊之类的卡吧 嗯 因为毕竟DokanFace就写在上面了 所以这一些角色啦 就比较旧了啦 因为就我们很少会花那个龙石去弄它吧 或者红龙币来换 150嘛有些 然后比较新一点的就是200 可是卡机还没正式开出来啦 所以也不确定到时候里面会安放什么东西 不过以正常逻辑来说啦 像这一些比较旧的啦 肯定就是会放在里面啦 所以就可以稍微的去期待一下啦 运气好的朋友可以从中捞到一些那种很旧的卡 而且for一些新手玩家来讲的话 目前超级现任觉醒啦 其实参与感没有那么多啦 因为很多人即使是开了那个类别 DokanFace卡机出来的 也不会花那么多的龙石在上面 虽然说那一个类别的 DokanFace卡机 我之前有讲过嘛 30颗龙石就有机会可以获得 而且是保底注目 是有它抽的一点点的小价值在 还可以博一些其他的传将LL卡 但是真真正正会去抽的人应该也不多 毕竟我们拿来抽新卡还是比较放的 所以这个周末券来说 假设真的是放了这一些旧的上进去的话 那真的是会有相当不错的帮助啦 嗯 Ok啦 这个算是比较重要一点点的东西 然后再来的话啦 就是它有新的那个战斗Icon导入啦 就大家可以看一下是长得这么个样子 按照这个 拆包大佬猜出来的那个解释来说 它这边写着的是那个OverweightHit啦 如果按照那个语数来看的话 大概就是必中的样式啦 然后其中在拆包里面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必中的那个文字 文字党 文字图片这样子的东西 也是有 也是写着必中啦 所以这么来看的话 应该是属于必中的能力来的吧 嗯 OverweightHit 然后它又是可以被封掉 然后敌人也有那个必中 然后也是可以invaluate到必中 也就是说未来的关卡啦 就还是会遇到所回避这样子的 它也不算所回避啦 只不过就是让敌方啦 可以精确的打中 其实跟所回避大概也没什么太大的差别啦 可能就是以后啦 它就会推出 嗯 像目前的话 也是有一些是 多数敌人嘛 敌人就是有两张 两体到三体之间 可能就是某张 它是没办法让我们回避 然后剩下的是可以回避这个样子啦 比起直接锁到完 还要来的 OK一些 有些可以回避得掉 有些回避不掉 大概会是这样的东西啦 目前 嗯 这样看下去的话 也不确定它到底会是怎么样子的展现 因为这个icon 暂时还没有看到正式的出现吧 有吗 没有没有 今天打那个关卡是没有特别注意到啦 不过大概是差不多啦 嗯 反正这个就是后续啦 会陆续安排进去游戏内的东西啦 这个就 嗯 这一次的难关当中是还没有啦 可是未来的话就可能会有啦 到时候气息的活动应该也是会有超难关 然后再来就是全球活动这个样 嗯 这一次没有什么特别太多的东西啦 就这一些些罢了 主要的就是那一个啦 Weekend的那个Dokkan Fest 卷 气涨 暂时是这样子 那么就 期待一下吧 到时候会是涨得怎样 这个是在 5月27号啦 我们就可以判明的啦 嗯 好 那么这一次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啦 谢谢各位的收看 拜拜